今天大家看 看到我这个后面 是一张四尺整张的 我就拦得柴了 我把各种元素 都画到一张纸上 让大家能够是更好的去学习 因为不是画完整的构图 是吧 不是画完整的构图 然后大家就可以 现在大家还是准备好笔墨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画一个瀑布 画瀑布呢 我们就可以稍微远一点 到这个边上来 我们首先调墨 好 你看哈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不管是画什么哈 都要画什么 因为你画瀑布的话 瀑布它不可能 凭空就长出瀑布来了 它都是在两山之间 一个山凹处 它正好有水流出来 是吧 正好有水流出来 山凹处 它这个形成的一个 一个这个 这么一个流水 所以说 我们不管怎么去画 怎么去这个 都怎么样来 都必须画一些山 只是在画这个山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办呢 例如说 我就可以 简单一点 不要太深的 这个一般瀑布就用色墨 我们首先 大家可以调一下哈 太奇兰 胭脂 山绿 藤黄 你看 这一调了以后 我们这里就蛮多的 这个颜色哈 当然并不是说 完全就这个颜色哈 我还要加墨 我先把颜色先调出来 好 调好以后 适当的 加一点墨 这个是不是要加太多 总中加好 基本上就调好了 因为我要调到一定的稠度 刚刚颜色其实是对的 但是呢 它浓度还不够 所以说我又加了一些颜色 我们调好这个墨以后哈 大家看看这个刮笔 也是很重要 好多学员 他拿到我这个笔以后哈 首先第一 这个笔是越用越好用 第二在刮的时候 比方我们在调墨的时候 这么调 是不是 这么调 调的时候呢 好 然后在刮笔的时候 要注意 整个的笔上 全部要沾 沾得非常饱满的水 好 在刮的时候 这边 就是 不要乱刮 连笔跟带笔尖一起刮 刮了以后哈 要把笔刮成 刀锋的 这个状态 就像一把刀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你看我这个从侧面照过来 它是非常尖的 但是我如果是转过来 这个就比较宽 像刀一样的 刮成扁状 我们在画的过程中 它就好办 好 我们现在 不要画太复杂 不要画太复杂 首先第一 我们可以 比方说 这里画做杂 你看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带舍墓的 带舍墓的 在画的过程中 靠近纸边的 靠近这个边上的 这个边上哈 我们不要把它画的 线条太丰富 也太精细 都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以插为主 主要是以插为主 你看把这个画了以后 笔上 水分还比较多 边缘啊 这些都让它薄一点 这些都要是以插为主 是以插为主 这个就是水,靠近水的边缘 连边上都很毛 然后把这个画了以后 我们调一个方向 在它的对面这里 这个瀑布画的比较简单化 这边缘这些都是比较毛的 真的要注意了 你看我画了这个程度以后 这个边缘就像一个月亮一样的 边上是圆的,那肯定不行的 我马上就要想办法 像你看我这里面虽然是叉 但是里面还是有点线条的感觉 这边到时候再说 这边到时候说不定就是一个完整的山 后面我们不管它 我们今天主要是画什么 今天主要是画这个瀑布 你看我现在把它画了以后 这后面虽然我还没开始怎么画 但是已经有云的感觉了 是吧 已经有云啊 好像飘进来的感觉已经有了 把这个画了以后 我们就换一支笔 换一支笔的话 换一支我们平常常用的笔 我们再调整颜色 差不多就是你看我现在这个颜色 还是刚刚这个颜色 差不多两边的末色是什么 中间的末色就跟它差不多 中间末色跟它差不多 不要去给它反差太大 你看我们把这个颜色也是 也是把它全部调好以后 这个时候我笔上是非常多的水分 你看我这么拿下来 它就在叠 是吧 水分是很多的 好 把它连笔跟在底间一起刮 由于是换水中的石头 由于是换水中的石头 所以说水分就不要太多 你看我们现在 就已经把这个瀑布 这个就感觉流出来了 大家看我们的瀑布是有变化的 你们现在就可以画一下 大家看我现在这个瀑布 它这个边上是有讲究的 它是有讲究的 它首先第一个 两边变化是非常大的 变化是非常大的 这边到这里来 就是千万不要就怎么样 就直接就下来了 这边也是直接就下来了 那就不好看 这不好看 怎么办呢 你看我这么画下来以后 这里收进去了 是吧 这边画下来以后 它有两个地方 这里收了一下 这里收了一下 你在画的时候 要注意不要 都是一样的 是有变化 为什么这里会收进来呢 这个地方因为有一块石头 因为有块石头 我们看看大家画的怎么样 我看出问题没有 大家如果画了就赶快 传到群里来 我们说今天这个还是属于要跟着 要更画 你看我们第一张传上来的 它就有个问题 它就没有注意到 这里还有一个弯 它只是注意到这里一个弯 这里有一个弯 没有注意到下面还有一个弯 因为这么一画以后 你就少了个变化 就少了个变化 第二张啊 第三张啊 这些都还可以 只是边缘啊 这个边缘 这些要注意 这个边缘 这些要毛一点 但是不要毛得太厉害 好吗 好 我们现在也不要耽误太多时间 老师为什么要换笔啊 他大四方 他画比较大面积的 速度快一点 速度快一点 因为今天我们是 我们在上货的状态 我希望用更少的时间 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他可以画虚的地方 一笔就会画一大片 为什么要换笔呢 因为这里面是很精细的了 这里面是很精细的 细小的三十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用大笔的话 就容易怎么样呢 就画出来 你控制不了 所以说我们就换个笔啊 好 我们把这个换好以后的话 大家看啊 我看到你们开始画的话 一定要注意 靠近指的边上 这都稍微深一点 是吧 最终我们在轰然的时候啊 这两边都是怎么样呢 都是把它压下去的 我们首先 这里有一块 是吧 这里有一块 我们 刚刚我说了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鼻上的水分不要太多 一般来说 我们在画这个的时候啊 顶上这里 你看顶上都是很深的 但是不要把它画成一块死墨 哎 里面还有变化 把它画了以后 画上两笔以后啊 自然而然的 这个 自然而然 这里面的水分就少了 是吧 然后 你用这个水分少的情况下 往下拖 大家看 在拖的时候啊 它不是一处而就的 是足够足够往下拖 你会感觉到 我还没有去画水 但是已经有水往下流的感觉了 是吧 因为这个地方 凹进去 是吧 这里你看凹进去了 为什么这里凹进去了 因为我用这么一块石头 你又明显会感觉到 哦 这个水冲到这个石头上 然后分波流 是吧 就分了一下 好 然后 这是个大的 你看我们 这里面呢 就还有些小的变化 这个小的变化 叫去找里面的一些结构 找什么结构呢 大家看 我这个水冲过来以后 并不是说是 一直到底的 哎 这些地方 还有一个稍微凹进去的 大家可以看里面的变化 可以去找 在画的过程中 这种情况是蛮多的 就是这么一小点变化 我们就要抓住它 是因为我这里又有块石头 它才转弯的 是吧 才转弯的 这样子 这样子 它就能够很好的怎么样呢 很好的 把这个变化 水的变化呀 你包括这里面 画着画着 这里面又有一个小的转弯 我们在画这个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什么问题来 一定要注意 你看我这里面哈 这两块石头 它是两座山一样的 是非常大 是吧 是非常大 那么不管它 这里面的石头的变化 就一定就很讲究了 你就不要怎么样来 在画的过程中 这块这么大 到这里画块这么大 到这里画块 都是这么大的石头 那就 那就不好了 所以说 这个石头要有大 要有大 有小 有些地方 就是一个点 就稍微这么一小点变化 马上就会觉得 这里面就有 就很丰富了 是吧 就很丰富了 然后这个本身里面的 这些转折呀 都是可以调整的 都是可以调整的 你比如说 觉得这里还不够 我觉得要它下一点 那你可以再把它画下来 再转过来 都行 但我这里基本上够了 你看都是一样 在画的时候 顶上画的比较深一点 但是不要画成死末 好 然后拖下来 在拖的时候 水千万不要转弯 除非是这里有石头 让水转弯 其余的话 水如果往下流的话 它都是垂直的往下掉 所以说这个拖 就不要拖拖拖拖歪了 一会儿往这边歪了 一会儿往那边歪了 那就不好看了 你看我们都 不管怎么拖 它都是垂直的 而且是越画 越往下面画 越虚那种状态 越虚的状态 八 这个画了以后 边缘这些还是要 有些该强调的强调一下 好 你看这一股水一画 它就把这个水分成两股 然后有边有一边 都不要画对称了 有一边我们有一点就够了 拖下来 这个时候我鼻上的水分 都非常的少了 正好就可以画 这些细小的 这里我刚刚也说了 这个地方也是有一股水 也是有一股水 它这样子 如果是没有这些 都是直直的 不要去安排 这里面石头 其实是非常难办的 你看我这里画了一幅 因为很多 很多学员 在画的时候 你不要说 它都是概念式的画法 什么叫概念式的画法呢 就是说 感觉到 这个水往这边流 就一根线 两根线 三根线 就代替了 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 这里面 这个水的流向 就有很多变化 就有很多变化 你们现在只是看了一个层面 只是看了一个层面 一会儿 我把水一画以后 马上你就会感觉到 这个水非常的丰富 层次感是很强的 好 你就说了 我觉得这里还不够 我要把它变化一下 这个地方又可以再来一个层次 是吧 又可以再来一个层次 这里为什么要凹进去呢 因为这里有块石头 非常细致的变化 就是我们画瀑布 我们要把它画得精彩 要画得很精彩的话 那这些就非常重要 就非常重要 画了以后 将近这个笔 把这个边上 这些太面 需要削一点的 稍微擦一下 因为边缘自己擦得 这个朦胧一点 这才能更好的 把这个水啊 把它给突出来 好 我们现在再看这个水 大家看 这里其实就是两三笔 就简直了 很简单 是吧 复杂的是哪里 是在这里 这里的变化是 一会儿往这边转 一会儿往这边转 你看 转 非常多 我还没有开始画水 但是大家已经感觉到 水的流向不一样 你感觉到了吧 好 我们可以 大家可以再画一下 我们先画一点简单的 让你们根画一下 其实 到时候画小溪的水的时候 比较复杂 我就 直接就不等大家了 这样子呢 其实 方法是一样的方法 只是一个是 瀑布的画法 一个是小溪的画法 同样都是要教大家 怎样去 通过抖鼻 或者颤鼻的形式 画出水的 流动的感觉 好多学员都已经画出来了 总之来说画的都还是不错 画的都还不错 但是有戏画的太虚了 有戏画的太虚了 你比方说 像低过的话 它这个里面 下面虚的不够 而且 把那个瀑布的流向 瀑布的这些 像画这个瀑布 一定要注意什么问题 要注意它的疏密关系 有戏石头 有些石头 你把它画得你看 非常密 有些空的地方 就很空 因为有疏密关系 不要都把它画成一样的 留一样的宽度 这个红云一样的 我们还没画到红和云上 就一定是要有疏密关系 有些留白多一点 留白少一点 第二章的话 这个就有点乱 第二章有点乱 而且它上面画大了 下面画小了 你看我上面只有这么小 下面你看这么大 这样子看着才舒服 第三章稍微还好一点 但是 这些有点乱 好像一会儿我这边走 一会儿我那边走 那么感觉多一点 不错不错 大家还是跟得上速度 很多学生都已经发了 基本上感觉都还可以 就是有些 好 这里不多说了 现在基本上我开始看了 看大家画的这一块 大部分人都画出来了 出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们在画的过程中 对这个水或者是它的流向 它不是太清楚 所以说用笔啊 包括用的这些就说是重量啊 像你看我这块石头很大 像这里一笔就很虚 一点点 啪 拉下来就可以了 但有些学员他不理解 他把这一笔也画得很实在 都画得很实在的话 这里面就没有节奏感了 没有虚实感觉 这是要注意的 另外就是注意大家在拖这个的时候 特别是下面这些虚的地方啊 都拖得不好 都基本上上面有多深 下面就有多深 拖得不是太好啊 好我们把这个画完以后 我们再调到颜色 你看我们现在将就这个颜色到这边来 这个本身是开始画石头的颜色 是不是 稍微调一点 因为水也要跟它的颜色比较接近 所以说你看 我们这里就稍微 太吉兰 加点胭脂 加点三绿 通滑 好我现在这里面就没加什么 没加墨了 是吧 就没加墨 开始石里面是加了 一下子加了好多的墨 是因为画三十 你要把这个颜色调好以后 这就比刚刚的这个颜色呢 明显就要怎么样 就要量很多 因为毕竟是画水嘛 毕竟是画水 调好以后 把鼻 刮干 这个刮鼻很重要 开始我已经擦了 擦得已经非常分岔了 但是我 沾了水以后 又怎么样呢 它自然还就好了 刮干以后 画水的时候 要把鼻 扭一扭 就扭得很散开 散开的状态 我们通过这里来看 你看 把这个鼻 就要把它闪 它本来是打扁的 是吧 本来是打扁的 但是我现在散开了以后 还扭了一下 它就是这个状态 画水的时候才好画 我们看看 水分多不多 如果多的话 边缘 擦一下 把水分 稍微擦一下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化水了 化水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就是要 注意这个 它鼻一定是要怎么样 要抖动 鼻一定要抖动 你们说我们 一个是要抖动 第二个要顺着石头流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水冲下来以后 比方我们先发这里 水冲它下来以后 冲到这个石头上 它就要怎么样呢 会顺着它流 水的这个性格呀 我是觉得 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性格 它比较中庸 它会随波逐流 它这个 遇到阻力 有时候 遇到阻力 我不跟你硬干 是不是 我不要说 我非要去 去跟你对着干 我绕道而走 是吧 你看 它就是 我遇到它了 实际上我冲过它 那我绕道而走 这个抖非常关键 大家可以好好练一下 这个抖 好好练一下 怎么样 通过手抖动 画出这个水的感觉来 我们怎么抖来 像里面说 我们这个 在画的过程中 好多学员 好多学员就说 哎呀 郑老师啊 我怎么抖出来 就是一条一条的线条 抖出来是一条一条 那就是因为 你不是用整个手臂在抖 你是用这个 你是大大大大大大 这么一点一点的在点 那不叫抖 我们怎么样抖呢 就是我们在画的过程中 它在用笔的时候 你看 它是从肩膀 这个力量过去以后 贯彻到这个手臂上 然后 然后它这样子抖的 需要一定的功夫 需要一定的练习才行 我是觉得 画这个 画我们这个就是 小蝎啊 或者是 这个瀑布啊 这些 好像还行 真的画什么东西 最重要啊 就是画虎口瀑布 画这个就是 我们的龙啸系列的作品 它是最累的啊 这里面稍微有一点感觉 就各位啊 不要去抢 不要去抢这个 这个 稍微有一点感觉 就是了啊 大家看 我这个力量 跟紫的关系是 若记若离的关系 你不要全部用到这个纸上 全部用到纸上 它就画死了 你又像在纸上接触到 又像怎么样 又像悬空的那种感觉 又像悬空的感觉 把这个画好以后 再要注意了 它这个层次的变化 比方说 这里有一点点 这里又是 这个地方 和这一层 就有点变化 就有点变化 怎么样能够分出它的层次来啊 你看 我在抖的时候 抖到这个程度以后 我会稍微深一点点 我会稍微深一点点 压一下 因为感觉到 它这个层面是一个层面 这后面是一个层面 是不是 然后这个地方转过来 它又是一个层面 这又是个层面 那我们怎么办呢 到这里压 到这里压 所以说 就是说 我们在画末稿的时候 你会觉得 看不出来嘛 它这个这么多的层面 但是在画水的时候啊 那它就通过水的深度 和水的这个疏密关系 它有些地方比较虚 有些地方比较实 它这个关系 就把它的层次啊 就一点一点的就出来了 好 这边 这个水 冲到这个石头上 它一个往这边跑 一个往这边跑 当然我们在安排这块石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把它安排在正中 你看我安排了以后 这边就是这么宽 但是这边留得这么宽 它也是一个疏密关系 也是一个疏密关系 你看把这个画了以后 这时候鼻已经是非常干了 因为我们画水啊 特别这种很小 这个在我们这个这里面 就是很小的一个瀑布 你就不能用太多的水分的鼻去画 特别是这边缘 特别是这边缘 还有流量 就是一点点擦一下 有点感觉就够了 把它画了以后 这上面就更简单了 靠近这个 靠近这边多的地方 我会把它画得比较深一点 到这里又是一个橙色 好 这边就流量一点 像这些地方 倒是都会画一些小树 把它这么一挡 主要的瀑布是留在这里的 是吧 主要瀑布留在这里 这里稍微一挡它 这就出来了 好 你看我们 现在就用了这么一小点点空间 用了一小点空间 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白 怎么办呢 稍微加上两笔 就开始那一点白都比较强 因为它主要要表现是在这里 要表现在这里 这些地方就让它朦胧一点 你看 现在这个出来 是吧 效果就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现在还不是最佳时候 我们画水分四个步骤 不管是小溪的水也好 还是瀑布的水也好 都分四个步骤 现在是完成第二个步骤 大家可以画一下 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在抖动画水的时候 往下流的时候 水千万不能转弯 水往下流的时候 都是怎么样呢 都是这个垂直的往下流的 因为水的重量 它是往下流的时候 它不可能说是 除非是什么 除非是我们正好往下流 而且这个水是非常的高 在遇到一阵大风 在风口的落差去写生的时候 就会遇到这种情况 水流下来 流到这里的时候 因为它落差都是几百米 落差几百米落下来以后 然后在中途 正好是风口把它吹走 这是有可能的 很多学院速度还是很快的 速度好像都画出来了 因为这个水分 有些学院画得还不错 你看我开始 最后面一个学员 这个叫李律经的 他在练习水的时候 或者是在画水的时候 就画成什么 就一条一条的 就是一根一根的 这种就不好 好 你看我们现在 把它画了以后 我看好多学员都画过来了 其实画得非常好 我们稍微用吹风把它吹一下 因为这个是要 为什么要吹干呢 因为我这里要染它 做画它的第三个步骤 它的第三个步骤是干什么 就是染石头 我们现在已经感觉到 大家已经感觉到 水流的感觉了 它这个水也很白 但是你会感觉到 这里面还有一些白色 这里面还这么多白色 这些白 它其实无形中在抢这个水的 它在抢这个水 怎么办呢 这是我们画水的第三个步骤 我们这里再调点颜色 就可以换一支 这个 烘匀的笔了 换一支烘匀的笔 将就这个画水的颜色 不要太深 加一点 这个太奇兰 腌制 这个腌制不敢多加 它因为这个也不能让它 加多了就污掉了 好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 这个画了以后 给它怎么样呢 稍微一染它 稍微一染它 大家看 我这么一染 马上你就会觉得 这个 它的这个水啊 就亮出来了 在染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什么 注意鼻上的水分 不要太多 因为我们是主要表现水 我把它旁边画这么深 也是要突出水 但是如果你的水分太多 一下子呢 水分跑到这个水中来了 这就不舒服了 就不舒服了 所以说控制水分 控制它的一个 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先在旁边 你看 先在旁边染一下 如果你觉得水分多了 在旁边先染一下 染了以后 染两笔觉得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再去染 这个染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手边抖 基本上是全空染的 手边抖 像特别是 打到这个边缘的时候 你不要打到 一弯过弯 这就不舒服了 你看 我把这个画好以后 这个边缘都不要好流量 我们把这个边上大面积的染完以后 有些地方凹进去的地方 你可以通过这个颜色 把这个水染平 你看 我把边上一染 马上这个水就怎么样了 就凸出来了 但是你看 这么水一凸出以后 中间的石头这些地方 反而显得比较薄了 而且也有量了 所以说我们还得把中间的石头 也染一下 在染的时候 也是用开始那种 那种画石头的时候那种方法 你看 我可以先把顶上染得多一点 在边缘 你看 稍微过渡一下 是不是 还要把它染下来了 这些都染一下 你别小看 这种染 其实很考自己的基本工作 因为在染的时候 这么一细条都要流出来 你稍微手抖一下 这就没了 这就没了 你看 我们现在把石头染了 染了以后 大家看 这个水是不是就凸出来了 但是这么一染了以后 你不觉得水跟石头怎么样呢 脱节了 就觉得他们互相 这个就有点脱节 当然也有跟刚染了以后 这个很深有关系 水水之降的层次啊 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所以说这是我们第三个步骤 就是染石 把石头染了 染石头 第四个步骤呢 就是干什么呢 现在就是染水 因为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 就是在染的过程中 就是在染的过程中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手边斗 注意一下手边斗 水分的掌握 是吧 我们就 大家就可以 我们就画 把我也不看了 不看 然后直接就画第四个步骤 是吧 第四个步骤的话 我们这里再调点颜色 这个时候大家看 我们第三个步骤的颜色 是这个颜色 到第四个步骤的时候呢 就蘸一笔 这样点 刚刚第三个步骤里面 是没有加 另外加三绿 直接蘸笔 加了三绿 很滑 一点点 首先第一 我蘸了这一笔水以后 我就已经稀释了 整个的颜色 再调了一点 比较亮的颜色 就让这个颜色就更亮了 是吧 它就比较亮石头的颜色 就要 觉得不够 再加两种可以 叫干什么呢 叫更加的淡 更加淡 颜色要更纯一点 好 这里面就没有加什么 就没有加那个 没有加烟漬色呀这些 好 你看我们现在 把这第三个步骤 染了完以后 这整个来说 这个水是亮出来了 但是水亮出来是亮出来 它没有怎么样 它没有把水的层次分开 还有水 石头感觉比较深 是吧 感觉比较深 它层次也没分出来 所以说我们现在 这要看什么呢 我们首先我要看看这个颜色 深不深 我要干什么呢 我要干什么呢 我就要把这个水呀 跟石头连起来 怎么样能够让它连起来 就是染石头的边缘 你看把这个石头的边缘 和水一起来 大家看到这个石头的边缘 这边缘的这些 그렇 我首先逆到这个石头的边缘 在这个石头上 海岸上 我们把石头的边缘 这些都把它染了 染了以后流出 流出到这个靠近这边的亮度 当然你不要就一起全染了 我们染这个水也是非常关键的 染这个水的时候该流量的地方一定要流量 你比方说这块上面 这块上面一定要流量 你不要染着染着全部染没了 好 那这个水基本上就包废 你看 我们现在把这个步骤也染了以后 刚刚还感觉到水跟石头是脱节的 通过这一层染了以后 你明显感觉到下面这些该收的收住了 到时候这下面就是云气雾气这些 因为水流下来它会产生一定的雾气 是吧 这边是云气跟这边就化了 这边到时候再说 这边有这么大个水 说不定我这里要冲过来 这里很小一屋水 它又把它分成两堵瀑布 它也说不清楚 是吧 因为今天是还没想到够图 只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瀑布的一个基本的画法 基本的画法 包括这里面加一些小树 到时候加一点点小树它都不一样 好 大家可以画一下 画一下以后我们就休息一会儿 我先看看你们画的 还是速度很快 有些都染出来了 第一个这个呢 我觉得染的这个 它的变化就不够 上下差不多一样一样粗 上面应该是再细一点 下面宽一点 下回就好了 第二张这个呢 这个水画得不错 这个水的流动的感觉出来了 虽然你这个层次显然还有点平 但是水的基本感觉都出来了 第三张 这个边缘 像这个边缘在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要注意要画得毛一点 画得毛一点 不要两边很光 两边很光 你看我现在画了以后 你会感觉到 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层面 过渡的 它已经和开始一条画下来 感觉不一样了 如果边缘我们再点点弹压 再处理一下 那就更加的就是舒服了 不错吧 有些学员都画得还是很好 但是呢 有些学员就是 他这种画量肯定是有点感的 肯定是有点感受说 看得出来你们的行笔上 有时候 特别是在画水的时候 这种 抖下来的感觉 心里一慌 就容易抖乱 所以建议你们 今天更画了以后 到时候 今天晚上或者明天 反正能归了一周的时间 都有大量的 这个时间去看回看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是 为了去完成作业 而去感受 真的就是为了学好画 去认真的画 去认真的画 不要着急 其实不要着急 就更好了 好 我们把这个画完以后 这个 今天这个因为画的很少 所以说就会好一点 提前的 我们就休息一会儿 大概在十分钟以后 我们再接着上画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 下面 刚刚给大家画了一个瀑布的画法 好 下面我还是还说了 我们可以拿一点点时间 我们画一些小的浪花 大家可以跟着画一下 画小的浪花 我们还是用那个 中石花 中石花 我们可以调点颜色 这里的水分都太多 水分都太多 我们就可以 首先 其实大家肯定 已经上了这么多堂课了 看我调色就知道 你们要会学习的人 叫总结 你比方说 我们这里要调冷色调 好 我这里是 太秦兰 颠织 是吧 三绿 你看 藤黄 这个是冷色调的一些基本色调 基本上就这四种 一般说 我每次在说 我们这里是调冷色调 大家只需要写个冷色调 至于调的这个颜色是什么色调 这个是必须练习的 就每个人啊 就必须通过练习 因为每个人对色彩的认识不一样 就同样我是这几种颜色 但是我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们就必须去找到一个 你自己认为最好的色调 这个是我没有办法给大家说的 因为我不可能给大家说 哎 那个 太秦兰 五克 是吧 五毫克 腌制两毫克 是吧 那个 橙黄八毫克 我不能这么说 说了以后里面 这个也是不好弄 你看我们现在 把这个颜色啊 基本上六种颜色都全部进去了 调到调出冷色调稍微偏一点 这个 你看 这个是蓝灰色或者绿灰色 调好以后把鼻一调刮干 刮干以后打扁 我们给大家刮几笔吧 我们就一会儿就开始刮小细的水 你看我们把鼻打扁了以后 把鼻打扁了以后 把这个鼻呢 顺着这个色 顺着这个色 你看一鼻下来 是不是 一鼻下来 它这个小的浪花 这就出来了 我看一下 好多学员 画这一段都画得好 你们就可以画上这几笔 大家可以画一下 我看谁还是画了个徒步 我就说不要把这个 不要千万不要把它画成 这么一段一段的 像竹节一样的 这个不对的 练发是不对的 第一个就发出来了 首先第一 你这个水分太多 用鼻水分太多 不要着急 你看我在拖这个肉质 慢慢拖 水分很少 慢慢拖出来的那种感觉 你试过的 这个会好一点 其余呢 这个 其余的用笔上 变化不够 好 我们现在 现在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你们要常见的问题 常见的问题 就是说 我刚刚看了 前面几个学员 扒的这个就是 出来 首先第一 画这个的时候 水分不要太多 要拖出 你看这种有筋实位的 这个线条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好多学员啊 就这么一条 它就是这样子 平着排下来 平着排下来 这个 就也不舒服啊 也不对的 你看我在画的时候 有些它斜一点 有些竖着一点 有些又小一点 有些大一点 是吧 这有变化的 这有变化 就这一点 它是很有变化的 不是说是 拿着笔 一二三四五 重量都差不多 那就不对的 好 把这个画好以后 现在就说了 大家 画这么一条 都会 都很容易画出来 画水呢 最难画的是什么呢 是画 前后浪花的 这个就是 衔接 你看哈 比方说 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 我们把它画了以后 我们要画前面的 让它画的衔接 你看 我首先 我在画这笔的时候 你看 明显这笔是很大的 把它拖 拖着拖着以后 你会感觉到 是不是 它第一笔 起笔很大 到逐步逐步往上拖的时候 由于水分越来越少 它就是由出逐步到细 这么一种感觉 逐步到细 这种感觉 前面这个浪花 都要稍微的 这起笔的 都要稍微的实一点 下面稍微虚一点 你不要说 有些说 你看你这一笔好粗 好怎么样 马上我这一笔 就把它 就把它怎么样来 把它过住过来 就可以了 你看我们 这也更小一点 是吧 这更小一点 这甚至 往上拖去了一点 它每一笔都不一样 每一笔都不一样 大家看 我把这几笔画了以后 你们要注意 每一笔都把它 都是要有个形状的 不是乱画的 不是拿个笔 刷刷 几笔就出来的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要注意 大家可以好好 再练一下这几笔 其实我现在 也没有说是 我在画这几笔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 这个浪花是长什么样 我现在画了这几笔以后 我就要去分析 分析 这个浪花 我到底是该怎么去 让它 一浪接一浪的 一浪接一浪的 把它给画下来 让它很自然的 这个时候就开始要分析了 我看 我看游戏学院就画出来了 这一下说了以后 大家这个会好一点 就知道怎么样 让它这个产生变化了 一定要注意 游戏学院是已经 游戏学院流出来浪花的空间了 你们不要小看这个白啊 这点白就是下面 要连接它们的一些浪花 所以说千万不要画着画着 把这个浪花画没了 你看我们 这个 这是哪个学院 梁玉华的这张 它基本上画着画着 就没有浪花了 完全就没有浪花了 它下面太虚 上面那个也是很虚 在画的时候 好 就可以了 在画这个的时候 就要注意什么问题 就是我本身在起鼻的时候 在起鼻的时候 这些的话 就已经考虑到 这个浪花的变化 这么一浪一浪 它的变化了 每一笔都是有目的的 都是有目的的 你看我把这一笔拿上了以后 是吧 就拿上了以后 好 紧跟着 这个浪与浪之间 它是千万不要把它画成怎么样来 不要把它画成一排一排的 像排骨一样的 这就不行了 要不然这个浪花画得是 互相交汇 你看 我这么画了以后 我马上 复向交错 复向这个 大家可以把这几笔画 稍微画一下 画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要注意哈 要注意 你看 我们在画它的时候哈 这里 延伸出去了 画成这个地方 你看 起来以后哈 它这里就是斜着了 那我这个地方 它就让它斜着 它 这边 到这里是宽 这里你看 两个交错到一起了 它就是互相交错 互相这个变化 这要注意 这要注意 第三个 这个画得不错哈 但是大看不错 点进去呢 就觉得你一笔一笔的 一笔一笔的 这个太闪了点哈 太闪了一点 这个是谁的 大穿的哈 大穿的这个 点开以后 就是你在看 我在看小圖的时候 觉得浪花还出来了 但是点进去一看呢 这个浪花也浪花 直接就没有出来 这个第一个 这个一笑而个这个哈 它就是 它这个浪花 还行哈 浪花的感觉啊 这些 基本上还可以 差不多笔法 到了 只是在第一笔 起笔的时候 稍微的 这个都是平头 你看 一个 第一笔都是平头 变化少了一点 好多学员 好 我们就画到这里哈 大家看哈 我现在画到这里以后 我在每一画 一个这个的时候 你们在 我相信你们在乐的 什么的时候呢 在 回看的时候 再跟着画 效果就不一样了 效果就不一样 因为现在你们看的话 你们不知道我的用意 我每一个 这个鼓上啊 这些 我都是在考虑 它的浪花之间的变化 我刚刚给大家说了 我们画这个浪啊 最难画的就是 上一浪接下一浪 前浪接后浪 它就一浪一浪的 那种衔接 如果衔接的不好 那就会让这个画面 就是过之为正的话 这个浪花就不好 就不好看 所以我们 当然这也是很难画的哈 我们有时候去观察 这个水啊 那真的 你仔细去观察 当你跟我学习过了水以后 你再去大自然中 去观察有浪花产生的地方 你就能看得懂了 然后你再从中 步道一些东西 好 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 那怎么样能够让 他们这个一浪接一浪的呢 你不要说 我现在哈 你看把这个 现在我就开始在 接他们这个 把它衔接的地方 接一下 中间啊 就稍微点一些 点一点这种小的浪花 有点音乐 看 他们有点 在沉黄 中间 再 gang 这么一画 这一浪浪的就出来了 是吧 这浪浪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关键是怎么样呢 当然我们今天说了 我们就稍微画一点这种感觉 一会儿我们这边还有大面积的空间 画另外的水 画另外的水 我就不给大家留时间了 一般说我们现在就画这么一点 就要这么一点 我稍微这里再过渡一下 这个地方 因为浪与浪之间 它有时候是互相碰撞出 才能产生浪花 所以说它不是说朝一个方向 有时候它就朝另外一个方向 有时候呢 像里边说把这个画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 这个时候我鼻上的水分都已经非常少了 后面就稍微虚一点 大家看这个大浪就出来了 当我们要把它往后面延伸的话 那可以延伸很多 现在我们暂时不延伸了 把这个画了以后 把这个画了以后 大家会觉得 哎 浪出来了 但是还显得有点花 是不是啊 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这里稍微染一下 那我们就调点颜色 稍微染一下以后 一般说 开始是这个颜色还比较深 那我们马上将就这个鼻 再一笔水 你看就只需要这么一个动作 然后把它刮干 大家可能说了 这个不叫调点色 这就是要学会用水 学会用水 我们只需要染一笔水以后 它鼻上的这个颜色 肯定会怎么样来 肯定就会这个大一点 就不要跟开始这个颜色一样的深了 好 你看 稍微一染以后 你会觉得 马上这个浪花 就会非常的 有精神了 肯定好多学生说了 哎呀 这个是我怎么知道在哪里染 其实大家看我在哪里染 但凡有浪花的地方 我都不要去动它 是吧 我都不要去动它 像这些你看 比较花 画水是非常难画的 这个 但是呢 水是有规律 它跟30比起来的话 恐怕大家觉得 这个水的 水的这个 这个 步骤比30多太多了 太难画了 但是它是有规律可循的 画30 轰云是没有规律可循 它这个是变幻多端 所以说 画水 大家不要觉得水很难画 好多人 画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就把水的气发 掌握了的话 这个就很简单了 大家看 我稍微的把它这里一画 这就出来了 是吧 把它延伸 这个浪花 我要 要想让它 有浪花的感觉 我把它这里延伸 这也是虚实关系 就通过 这边这个虚的 通过这些虚的 然后把这些实的都秤出来 把这些实的秤出来 这个其实很简单 是吧 很简单 这里面如果觉得 有点白的话 那可以拿着笔 稍微的点一点 这会让它感觉到 这个一浪接一浪的感觉 大家觉得出来了吗 等它过了以后 再把它染一下 更强调它一下 我们看一下 除了我刚刚给大家说了 就简单的 简单的给大家 画一些浪花 这里面什么石头都没有 是吧 什么石头都没有 但是 你会感觉到 它这个里面的浪与浪之间的衔接 大家去看 我就刚刚给大家说的 浮箱的这个穿插 有些地方 就这么宽 到了这里 它变成这么窄了 这里呢 这个浪花过来以后 它们又浮箱了 这里一二三 这样的小的 是吧 好多股浪花 在浮箱的搅搓到一起以后 产生非常那种舒服 看着很舒服的感觉 如果你是在画的时候 像有些学院画的时候 就一 一笔 两笔 三笔 这么过来的话 浪花就不舒服 我们现在 大家觉得 浪花学到没有 学到以后 我们抠个666 留言不踊跃 就不知道你们 到底学的怎么样 大家都给人家去画了 但是画画的没几个 所以说我今天还是把它进度稍微快了一点 大家浪花画好的可以发到群里 前面的瀑布跟浪花 大家跟着老师去画的 后面小溪水的画法 因为这样的时间比较多 然后大家就不更换了 这个你看 宇川这个 它就完全就是 浪花就没了 到最后 你们 我刚给大家说了 我在画的每一个浪头 都是有目的的 都是有目的的 其实很简单 找规律 大家现在觉得难道是因为你们是初学者 是初学者觉得好难 其实找到规律以后 这个方法 是非常简单的 画水的难度 还是有一点 这个 这个海的新生 开始喜欢画大海的 这个浪花画成海的感觉 还是不错 还是不错 整体的感觉有了 但是细腻程度不够 下面这个还可以吧 张秀宏 这个也是 浪花的感觉 画出来了 画出来了 不过呢 那个 一浪接一浪的感觉 那些 衔接的不是太好 这个就更乱了 这个美洋洋 就更乱了 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 就不在这个 那个哈 我们现在呢 就准备怎么样来 呃 好多我看到留言哈 呃 666是听懂了 但是很难画 呃 那是的 那是 一边说 我现在哈 给大家 这里还有点空间 给大家呢 就是画 画一个什么呢 哎 画 小溪的流水哈 画小溪的流水 在画的时候呢 这个呢 就更简单 其实浪花呀 是比较复杂 是怎么样呢 因为它什么都没有 它什么都没有的话 就容易怎么样呢 就容易 这个 那么在画的时候呢 不知道是哪里走 哎 我下面要给大家画的小溪 我们看一下哈 啊 我们首先调颜色 首先我们 啊 这里 莫少一点 反正这里需要 这个啊 我们就 调一大笔 你看 调了一大笔 这个墨 还是说了哈 不管我们画水 怎么画 水它 总归来说 特别是小溪的话 两边都有三十 所以我们 先还是把三十 拿来 给它 画一下哈 画一点三十 我们看一下哈 你看我们正好 大家可以看看 我画三十的一种感觉 就在画三十的时候呢 行笔啊 它是线条是很有变化的 这么一笔下来 大家看 这里面是很有变化 不是一根线条 就拉过来了 这里面 它有很多的这些 你看 出来以后的话 哎 我这些 就是它的銜金 就是它的銜金 是不是 然后这里看 还凸出来一块 那我这个地方 也是它的銜金 他们为我们 后面的这个 做一些文章 做一些文章 当然还是要说了 这块石头呢 它主要是什么呀 主要是以这个 要把水秤出来 所以说 我们在画的时候 这些叫毛一点 毛一点的感觉就是说 哎 让这里面啊 你会又感觉得到 它这里面的三十的称把在里面 是吧 感觉到称把怎么 但是呢 它又 不要有这么怎么样的 不要有这么清晰的线条 因为这是一块比较大的石头 好 今天我们主要是要干什么 不是画石头 今天主要是画 画这个 画水 所以说我们石头啊 都是围绕着水画的 一般说 我要画这块石头的时候 下面这里 我可以随便怎么画 都行 但是靠近这下面的时候 如果这下面是水 那就千万不要把这个水 把这个石头画成这样 是吧 如果你画成这样了 那这个水 它流下来 不管你水画得再好 水跟石头都怎么样呢 都是脱节的 是不是 所以说你看 有时候 你就画成这样了 然后你说呀 我怎么样都改不过来呀 但是我今天就把它画成这样了 大家看我怎么改过来 是吧 就是说 以后你们要是不注意 把这个水跟石头交界的地方啊 就画得很平 怎么办呢 你看哈 我马上 其实很简单 我把它延伸一点下来 我把它延伸一点下来以后 这个地方 的墨色 就是我现在这笔上的墨色 要跟怎么样呢 要跟 这后面这个墨色 是要一样的 那就好办了 那你这个就很轻松 就可以搞定 你看我把它一画 像这个时候 大家看 我这个笔啊 已经散得很开了 完全就是它收拢 完全收拢 这个正好 我就是故意要让它达到这个效果 因为我在插的时候 已经插得很 很开 是吧 大家看 我刚刚 非常这个 非常平的一个线 通过这个稍微一变化 大家感觉到 有水冲上去的感觉吗 是吧 已经有水冲上去的感觉 这边 把这些再插了 插一下 因为刚刚说了 不管我这个石头 怎么去调整它 或怎么样 这个石头最终 都是要把它染下去的 都是染下去的 这里面 都有变化 不是一块死墨 有好多学员就说了 反正这个都要把它染下去 那我干脆一块死墨吧 那就完蛋了 那就完蛋了 这块石头 画了以后 我们一定是 在蘸笔的时候 一定怎么样呢 要把笔根 因为刚刚已经插得 是非常的 已经非常的干了 如果这个时候 你的笔根 你只在笔尖上蘸水 笔根不蘸水的话 那你这个调得再好 它这里都是怎么样的 它没有水分 肯定都会怎么样的 都会不舒服 你看 我把这个画了以后 这就是一大块石头 是不是 一大块石头 水中的一块大石头 这个肯定都是 好多灯了 几十灯 上百灯的一块大石头 是吧 我们 就可以 在这个位置上 刚刚给大家说了 就是我不管 就是我不管 怎么样去 画这个 一定是要怎么样的 就是说 比方说我这个水 是往这边流的 是吧 往这边流的 那我们 大的感觉 大的感觉 这个水 都是往这边流的 你看 削下来 水 这个时候的水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我就不是怎么样来 我就不是说是 垂直的了 大家看 我是斜着的 因为怎么样来 因为它还没有开始 垂直的时候 就已经到底了 就已经到底了 这个水 它是有冲 有冲击的 那个 这个我们可以仔细去 观察一下流水 瀑布 比较高的瀑布 它一般 流着流着 它就 就会怎么样来 由斜 逐步到垂直的一个状态 花这种小息 就不一定了 你看 我们现在 把这个画了以后 在画的时候 手都是在抖 都是在抖 抖出什么呢 抖出两边 水 冲击到这个 石头上的感觉 这个 这个大 这个 第二大 这个第三大 是吧 它都有变化 都变化成一样大 包括这里面的线条 好 然后 再往后面走的话 是吧 就更小 就更小了 我们还是换着小鼻来 这个鼻太大以后 然后 它里面的 细小的变化 一般来说 我在画大面积的 三十的时候 就用的是这个 用的是大使官 画这个小面积 小的呢 都是用 我们的中使官 你看 我们 把这个画了以后 把这个画了以后 这个时候 这股水冲过来 这股水冲过来 这里有股水 还冲过来 但是下面 就有变化了 下面的水 就有变化 一边说 你看 你看 我们这里面 它是怎么样呢 不管我怎么去画它 不要把它画成 一块死末 里面有结构 感觉到 是有称法在里面 是吧 再往下面 就虚过来 这个不要转弯 这个像个什么 这块石头 它就像一个什么 就像一个 像图钉一样的 但是 这个图钉 就是怎么样的 如果是我把它 画成这么宽 它就图了 这变形的图钉 就是有一边 它是很宽 过来 有一边 就很 你看 几乎就只有一点点 这样子就让它 产生了变化了 就千万不要 画成都是这样子 一个 像一把闪一样的 这个 这样子 这么一个 闪 然后中间一个柱子 都是对称的 那就不行了 我们把这里 画了以后 这里虚下来 你看我现在 鼻上 水分都很少 水分都很少 现在这个地方 就有 一二三 是个三个流水 三个流水口 是不是 一二三 这里面又有变化 好 然后 有很多的学员 他在画的时候 就一 我比如说 我这里要画个流水口的话 一二三 四五 一排 大小都一样 就不行了 但我 你看我们现在画 就有变化了 我现在 一二三过了以后 我这块石头 它又这么斜过来 这个石头 就这么斜过来 是吧 马上你会觉得 这水往这边流 这个水往这边流 它就有变化了 是吧 它就有变化了 把这里画了以后 我们那边到处是在咸尖 大家不要觉得 好像我跟它 它跟这个水没有关系 说明画的画度 它们俩就产生关系了 这个就鲜饼王 好 这个石头 它是这么一个状态 好 这么过来 本身这个石头 它真的是延伸的 水多的时候 水多的时候来 就可能 你不要说 你看 就有 因为水多了 这个水就漫过来了 有时候 它这个小溪水少的时候 这个石头就粘成一片了 就粘成一片了 这种情况非常多 这种情况非常多 你看 我们这样子 它就有变化了 这边 往这边流 这边 突然有个水 往这边流 是不是 好 然后 这里面 再有一些小变化 大家看 我这么一化了以后 这股水 它是冲下来 这是一个台间 水的台间 再冲下来 再冲下来 再转过来 这就分了多少层了 这四个层面 但如果是顶上 还有层面的话 层面就更多 这是不是就有变化了 就有变化 我们把这个画好以后 好 我们就要怎么样呢 去跟那边 稍微衔接一下 稍微衔接一下 里面说 里面说 我现在 好了 接下来 这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在画的时候 大家看 这里面 是有变化的 这里面是有变化的 不要就把画成一块石墨 好 到时候这个水冲下来 跟它衔接 跟它衔接 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 上面都还可以再画一些 再画一些水 我先看一下 可以 可以 比上水分有点多 水分有点多 我擦一下 你看 我刚刚说了 这是一个台阶 两个台阶 三个台阶 四个台阶 并没有结束 我们可以在这里 这个技法 同样的技法 就是跟它相同 是吧 同样的这个 我在这里又用上了 但是你不会说 让它显得怎么样 显得好像 两个差不多的造型 但一个大一个小 是不是 一个大一个小 这种石头的变化 在我们画车上也好 都非常多 大家可以去看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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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简简单单的几块石头 你就已经就把怎么样了 就把它整个这个水的层次 它的块面的分锅 还有水的这个流向就已经搞定了 我们就一直说 我们在画画 特别讲究的是什么 特别讲究的就是 特别是画水 就是它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它的一个不实 不实是非常关键的 这里我们就首先讲一下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什么呢 这个画水的第一个步骤不实 这个第一个步骤就是现在目前我画的这一块 画的这一块 你首先第一 步实步的不好的话 你的水哪怕画的再好 最后都不行 都不行 比方说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要画这么一块石头 我这里这个水啊 这里这个空间 一块石头 两块石头 三块石头 并排着放 大家觉得大小一样 再放三块石头 放这里 大家觉得你水画的再好 能不能画好东西 或者是我要画这个 是吧 这么一个 这么很多的线条 一根线条 两根线条 三根线条 四根线条 五根线条 六根线条 一排过去 好 到第二层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 又是一排过去 就算你的水画的再好 它的形状 它的变化 都是死的 都不好 所以说这个步骤啊 你看我这里 没画太多的石头 是吧 我还没画水 还没画水 但是你已经感觉到 有了这种水流的感觉了 是吧 已经感觉到了 当然我后面如果都还要 要是以水为主的一张画 这是以水为主的一张画 我就可以后面一层一层的往后推 又把它画得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这个 看得很舒服 还不能太 还不能让它感觉到 哎 太乱 或者是怎么样了 或者是太平 要有节奏感 包括这里面 你看我这里面 都是有节奏感的 有些该 有些这些该出来 现在你还感觉不到 还感觉不到这个水的层次 马上我这里就要开始了 画水的层次 但是在画之前 我先把这边先画一下 因为这里大家已经看到了 有水流下来的 这个痕迹 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水多的时候呢 它水就可以漫过来 如果水少的话 这块石头吧 它就粘成一片了 你要不要说 我们现在在画的时候的话 就是要注意什么呢 我这里这块石头 你看我刚刚在画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就打下伏笔了 就跟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前面说一个情节 其实就是在跟后面的 这个写文章的时候 后面的情节打下伏笔 这也是一样的 这是一样的 我在前面画了这块石头的时候 我已经在给下面这些地方 很多地方就 稍微高于它 这个地方啊 稍微高于它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正是一条线 下来 如果你只画得这么高 它一条线过来 这个就不太舒服 你这么过来以后 这个山高于它 高上去 是吧 它这个变化就有了 也变于或下面这里 还有水啊这些 它就可以做一些文章 如果觉得这个形状不好看 那我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这稍微就是有一点点 你看 为什么我这里留一点 这也是一个疏密关系 就这边有很多的水 是吧 这边有很多的水 然后呢 诶 这里有一小股水 它就把它给 延伸过去了 当然这里水流下来 流下来以后 我们 把这个 上面不管它 下面因为有水 把它画得毛一点 是吧 把它画得毛一点 因为这 这不是最主要的 所以说你看 你看我这用笔上 这些都用得很 很虚 很虚 好 这里稍微画上几笔以后 你再看 它跟他们的关系 这就出来了 这就非常丰富的一张 以水为主的一张 一张画 至于这边的话 我可以这里 把它就蓄上去 是吧 把它蓄上去 然后这里有个水 流下来 这时候都比较简单了 都比较简单 好 我们这里可以做很多文章 这个地方 到时候画树 点字树 包括画松树 包括这个石头上 都可以长树 是吧 一下子 它就让整个 整个这里 它就可以延伸出去 就很方便 就很方便了 画什么都好画 是吧 大家看 今天这个水 也是很有变化 本来我开始是想把它 直接画过去 但画了这里以后 我一句来干脆我把这里留下来吧 跟它两个衔接 就是说 这一小谷水 它跟它两个 就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疏密关系 非常好的一个疏密关系 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布什 他在 在这个画的时候 你虽然还没开始画水 但是你心中一定要有 这个水的那么一个 大概的感觉 这种感觉啊 那真的就是取决于 你平常 一定要怎么样呢 多去观察 多去观察小溪的 水流动的感觉 好吧 我们现在四点钟 正好四点 我们休息一下 四点十分 我们争取在 这个上过之前 把这么大一片水 把它完成 把它衔接过去 真的画了 画出来 应该也很好看的 应该很好看的 所以说我这里就 多调一点这个 一般来说呢 是因为我们这里散破 我有时候啊 我一般调的颜色 都不会去洗 都会调的颜色 都正好 正好合适 但是上扩的话 它只 只交这么一点点 平常的话 这些颜色都可以用到 别的地方 刚刚这种颜色 刚刚这个颜色 我都可以不洗它 但是我还是 想干脆 完整地让大家看 我怎么样去 把这个 这个 水的颜色调出来的 首先太前蓝 腌制 三绿 我是非常喜欢用 附货色 就是用 用的 渗调的颜色 我再通过它 调一点颜色出来 让它产生变化 这个既不浪费 颜色 因为这些颜色 你要调这么厚啊 是要用很多的颜色 来调出来的 既不浪费颜色 又能使 我们画面上 这个变化 产生 产生很多的变化 你看我们 太前蓝 胭脂 三绿 腾黄 是吧 调出那种 紫灰色 或者 蓝灰色 的色调 出来 这个根据画面的需要 根据画面的需要 你看你的色调 是个什么色调 你看我们在调的时候 颜色不要一次加很多 颜色呢 就是 少加一点 这是看到吗 还是看过 有点感觉 好 你看 调好以后 都还差点腾包 腾包会有了吗 如果要这个水 让它柔和一点 可以适当的 加一点点白色 好 基本上就可以了 你看 我把调的颜色 调好了以后 然后 这个时候 鼻上的水分 是很多的 但是也是很稠的 这个颜色也是 非常稠 所以说 调好以后 把这个笔刮 连笔跟带笔尖一起刮 刮了以后 把笔稍微在盘中扭一扭 因为我这里这个颜色呢 跟开始那个颜色 有点什么变化呢 开始我们是用色墨化的山石 因为是远处的 用色墨化的山石 现在这里直接是用什么 用胶墨化的山石 所以说我现在本身这个颜色 调的稍微深一点 也是一样的 大家看我的鼻 是吧 它是 打扁以后还扭了一下 是吧 还扭了一下 然后 我刚刚给大家教 教了大家的话 用占笔的形式 就是我们 其实就是抖 抖动 一般是颤抖颤抖 反正四川话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颤抖还是颤抖 用抖笔的形式 来点 把鼻再扭一下 带一看 用了很大的劲 用了很大的劲 也不要 您不要一下子就想把它画好 你看我在抖的时候 首先第一 跟这个石头要产生关系 就是靠近石头边上的 都让它怎么样呢 都让它这个 有连接起来的感觉 然后越画越点 越亮 好 点到下面 压一下 压一下的陆地是什么样呢 是为了把 一会儿把这顶上的这个 这个 把它表现出来 越往前面走 它就越亮 你点到那个 就点轻一点 下面呢 深一点 大家看 这个画了以后 跟不上 我们就说了嘛 这个又画水啊 要画很多的时间 所以画水这一块呢 就不要大家跟了 包括轰云这一块 你们 你们要是跟的话 又跟不上 还跟着手忙脚乱 而且还耽过很多的时间 到时候看回看 是吧 好 你看 我们现在把这个画了以后 我刚刚给大家说了 刚刚我们在画这边这个水的时候 在画这边这个水的时候呢 它是没有任何的石头 完全就是凭着自己的感觉 让这个水往哪边流 往哪边 哪边转 这个水其实很好画 我们现在这个水啊 它是 石头往哪边流 我就往哪边 我就往哪边点 你比方说 这个石头 往这边流 是吧 我就很简单 水就往这边点就是了 点的时候 你看啊 因为这个是 小溪的水 水的点法 我点的比较细 然后点的比较细 是吧 这个水流的感觉 这些 就 都出来了 越往后面 像这里比较深 我觉得到时候都会染得比较深 都会染得比较深 这个地方啊 到时候肯定是很亮的 它这样出来 效果就好 把这里画了以后 好 然后 大家看 你看这边这个水 它就是因为这块石头以后 它本来这个水冲下来 这个石头是这么长起来的 它冲到这里 水 越到这个石头 就往这边 就往这边流 所以说 我们就绕着它的 它的水 石头往哪边 我们这个水 就往哪边 基本上 就可以了 可以喝 不要这个去 哪怕任何一点 这个小石头 都要去 把它的层次 把它画出来了 它都有一个小层次 好 我们把它画了以后 上面这里要淡一点 那我们就稍微淡一点 我们现在画下面 好 好 谢谢观看 基本上 大家看我在用笔的时候 用的非常的慢 哪怕就是很细的 我都是用的很慢 就做到什么 就感觉到好像要利透指背的感觉 现在这里出来以后 大家看 中间这里就有一些什么 就有一些空 好多学生就不管它了 好多学生就不管它了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稍微点一下 这个好像什么 这个 这么大股水冲下来 产生的一些小浪花 好多学生的小浪花 你们现在呢 看还看不出来 它这个有什么 像这里 我就要一会儿跟这边闲接 一会儿就跟这边闲接 然后呢 我们这边先画 将就这个颜色 再把这边再染了 刚刚画了很多 这一笔 你看画了不少 就已经表干了 再将就 再把它蘸一点 就可以了 它这里呢 它不是 不算是主要的了 所以说我们在染这个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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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 这个水 往这个石头上 你看 往石头上打的这个 冲上去的那种感觉 要把它表现好 这是很提神的 这个也很出彩的 像我们在画的时候 画这个画 大家肯定每次看到 哎呀 这个画面太漂亮了 太怎么样了 其实 其实就是大胆下鼻 细心收拾 这个没有捷径可以走的 该细的地方 那就像绣针 绣花一样 啊 该粗矿的地方 哎 你看我画三十啊 这些哈 那就 画出来 心云流水 但是你看 该细的地方啊 特别是上周 哎 给大家画了个 夹夜 是吧 现在你们 在看这个的时候 都还没看 还看不出来什么 这个结果哈 因为什么样了 因为我们还没有染第三部 你包括这些水啊 这些感觉 都还没有感觉出来 因为 这里的亮度 比它还亮 是吧 比它还亮 你感觉不到这个水 它有多 多亮 这都没关系 我们有第三部 现在就是把它 画这个东西 画这个啊 为什么我 今天不要你们 这个跟着画儿来 太复杂 太复杂 你们要用很多的 时间 还不一定画得好 你们跟着 手脑脚乱 也画不好 我自己呢 留的时间 也不够 所以说 像这种啊 就不要再跟着画 就认真看 认真 有时候 特别是画水 你去写生 都不好写 因为水的变化 太大 写生都不好写 你看我现在这里 它这个浪花 也浪花 因为这里的石头 很密集 很密集的话 它就会产生 很多的水一水 它那个冲击的那种感觉 我们在这里 就把它表现出来 你会觉得 会觉得 这个里面变化这么多 好像 好像有难度 其实大家看我画的时候 好像觉得 好像没怎么 太多的难度来 脊椅就过去了 那就是虚的 注意它的虚实变化 该伸的地方 你看该伸 一会儿我们把 这个 画水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什么 一定要保证 这个纸啊 也是要 不要太抛 有时候在画的过程中啊 特别是画了胶剥以后啊 因为我们这个纸比较薄 纸比较薄 画了胶剥以后 胶剥一干 它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出现一些 那个 收缩的状态 收缩的状况 这个纸一收缩啊 它就会凹凸不平 只有在什么时候 才能解决它呢 就是表好以后 它之后才会平 所以我们争取 就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磁铁 多几块磁铁 把它压住它来 能够让它们 不要收缩的这么厉害 这块 你看 在画面上 它也是非常出彩的 有时候其实就是 一笔就带过去了 但是你一定要带好 就是说 该擦了擦 该虚了虚 该伸了伸 你看这块 我觉得就很舒服 是吧 那个水冲上去的感觉啊 这些水流动的感觉 因为它这个画面很小 冲到这个石头上 再冲到这个石头上 两个石头一冲 一往上一鼓 是吧 往上一鼓的话 就流出来很多 很有变化的感觉 但是由于 我这些细小的 这些石头啊 这些你看 它的亮点还很多 所以现在没有把它凸出来 一会儿 一会儿我们把这些石头啊 一压了以后 马上你就会感觉到 它就凸出来了 就非常好 好 然后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 看到 把这边 这边呢 它就跟它 衔接一下 衔接一下 我们这里 因为我看 这里面还偏黄一点 把那花先拍照吧 拍照啊 好的 等一下 要不然你画水 那花都衔接到里面去 好的 好的 一起拍一张 张老师提醒 就是说 先把浪花拍个照 因为浪花也算是 今天的一个扩建 一会儿我要画 这个水的时候 恐怕会跟浪花 衔接到一起去 好 你看 我这里面 稍微的 这个 加了一点点 藤黄 因为这牛 我发现 有点偏黄 有点偏黄 所以说 赶快跟他们衔接一下 因为当时 在画它的时候 它 是完全两种不同的 两种不同的 但是 我们要争取把这段画 我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我的扩稿 差不多都会 最后都会完成成一张 完整的构图 像这段构图 如果画完了 我开始 休息的时候 我也在看 画完了 应该是一张 很好的构图 好 我们现在 把这个 画了以后 好 好 感谢您的观点 稍微把它加一块石头 加的时候 只是要注意 这个地方 还有点平了一点 好 现在我主要是要考虑怎么样了 就是跟它闲接 跟他们闲接 你看我们现在 画了以后 好 刚刚这个水 它这个 没画这个石头之前 我是没画下来 画这个石头以后 就要想办法 跟这个石头怎么样呢 要衔接 很简单 把它往下拖一点 这里也存在这个问题 这个水冲过来 这个水冲过来 这个水冲下去 是吧 它们中间就会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楞花产生 这个时候怎么画这个楞花呢 大家看 这里是因为 因为那个 这里的木干了 它就扯得这个地方不平 正好这里最需要它平 才能画出好的浪花了 所以我们就把石铁 近一点 把手压着 把手压着它 把它拉着它 画了它 也是 一种我是觉得 我把画画是当成一种享受 大家觉得没有吗 这个画画呀 它就属于一种 无中生有的 本来 是一张白纸 一张空白 什么都没有的 我们通过 通过这个 这个变化 通过自己 加了一些元素 让这里面 能够达到 你想要的这个效果 是吧 能够达到 你想要的这个效果出来 那就很舒服 它会使自己的心情呢 产生非常愉悦的一种感觉 当然 这里是指 画得很好 画好了 比如说 我们画画 特别是在你们现在 这个状态 它有这种可能性 哪一天 心情高兴 或者突然 开悟 突然开悟 觉得 哎呦 心情高兴 画得这段画 画得不错 结果 还是很高兴的 这个第二天 又画不好了 我不知道 你很不高兴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的话 大家可以 在那个 在留言 跟大家 这个互动一下 有没有这种情况 像这种情况 出现 就是因为什么要来 就是因为 目前大家的基本功 还不到位 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 出现 像我们 在画的时候 我们在画的时候 有时候 我还故意去 闯点货 这个时候 闯货的话 就属于什么情况 来 就属于是 比如说 上次你们在我 抖音上 看到那个 抖音平台上 看到我 我还故意 拖一点 颜色上去 是吧 这个时候 其实货 闯得很大 拖上去以后 再根据 画面的需要 再去调整它 或者是 故意 把这个地方 弄点木啊 它只有 这种情况以后 然后才能 有时候才能 画出 意想不到的 一些效果 你看我们 有时候浪花 它是揉出来的 它是 那种 在揉动的过程中 出现一些 很有变化的 很有变化的 一些效果 然后各种风 都用上了 好 大家看 很自然的 我就把它 跟那边 基本上衔接好了 基本上衔接好了 到时候 这里啊 如果是 再说 再想办法 再想办法 我们基本上 把这里画好以后 好 再往下面走的话 那就要注意了 就 你看 这个浪就把它延伸到 延伸下来了 有些 有些比较大的浪 有些比较小的浪 就开始 开始往下延伸 这个时候 我鼻上 大家看 水分都非常少 就通过 只接触到 时间的长短 有时候 鼻上水分很少 但是你看 我能够 还是能够 画出这么深的落 是因为我 行笔很慢 它自然而然的 这个水分 就到哪里去了 就到 吸到圈子上来了 行笔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重要 好 把它刮了以后 水分实在太少了 我们又可以 再加点 再加一点 这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不管是画水也好 画石头也好 还是画石头也好 只会画石 如果只会画石的话 它不算是高手 一定要学会什么 画虚 只有它虚的好 才能把石的东西 更好的怎么样呢 衔接过来 这句话你们要是 误一下 把它误透了的话 你们就 又算上个台间 你看 这些是该虚的地方 它靠近石头 靠近石头 让它就虚一点 到时候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点台 是吧 点一点 用胶末 点一点台 点了以后 在台上 点一点东西 或者在这里画些小树枝 或者画些小树枝 这些 给大家看 点击 点击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六字文字幕志愿者 二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都是非常注意力要集中的 所以你看我有时候都没怎么说话 这里画得比较实了 我这个地方就足够足够就比较虚 我刚才说了 我一定要怎么样呢 就不但要学会画实还要学会画虚这种感这种画 我把这个画好以后 这里基本上基本上也就干了 我吹一下 好 这上面还有一点点 其实最常画的是下面 这顶上这些都很简单 我还是刚刚给大家说了 石头往哪边流 我这个水纹就往哪边流 它不需要动太多脑筋 但是下面的话 那真的是要动很多脑筋 你就要去 你看我这个石头往这边流 我就往这边流 至于顶上这些 我都比较简单 包括我抖动的感觉都会少一点 因为它又远了一层了 是吧 抖动的感觉都少一点 好 这边 我自己画到这里 因为上面还有一些要过度的 怎么样的 在到时候画完整的时候 可以来画它 你看 我稍微加了一点 这里的层次 是不是就显得特别的丰富了 把这里加了以后 我们这里又开始干什么呢 这又开始化 这个染这个石头了 第三步 我们再调点颜色 就在这个基础上 多加一点点 腌汁就可以了 多加点腌汁就可以了 多加点腌汁 好 多加点腌汁 大家看 大家看 我这么一染了以后 其实这个颜色并不深 只是染了以后 它是湿的 从镜头上反映出来 好像很深 到时候干了以后 整个的 它的结构 包括石头的结构这些 都会有的 你看 把这个一染了以后 都会有的 都会有的 有的 都会有的 这些白基本上都不要它流 它只要一压下来以后 很自然的 这个水就怎么样了来 就全部就出来了 包括这些白 说染石头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 这里是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如果石头很大 可以另当别的 如果石头很大的话 就把它下面的把它染了 上面的留下来 到时候再做点别的颜色 不要很大的石头也是一视同仁 你看我就把它下面染一下 在下面染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下面的浪花呀 这个时候染的时候特别小心 多余的亮点把它压下来 你看 你看这么一样 这边它就有一些浪花 凸出来了 是吧 就是打到这个岸边 打到这个岸边 打到这个岸边 现在看看 看看可能还不太清楚的 通过我把上面一染 要很自然的就把这个水啊 这个水从后面就出来了 是吧 很自然就从后面出来了 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靠近水的就把它染了 这些量就留下来 留下来到时候在湿染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文章 这里面可以加点亮的颜色 是吧 可以加点亮的颜色 大家再看 我把这个染了以后 整个水的感觉 是不是就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整个它这个衔接啊 包括跟这边的衔接 是吧 这些大的有浪花 有些小的浪花 有些有水纹留下来的感觉 这就出来了 这个出来以后 而且这里面要注意 有些落差 像这个就算落差 水的落差 你根据情况来算 你比方说 我要画一个人画这么高 那这个落差就在三米左右 就在三米左右 是吧 画矮一点 它就在三米左右 如果我要画一个人 只画得这么小的话 那这个落差呀 就有五大约 到十米 所以说 这个比例问题很重要 比例问题 你根据你的情况来定 把它画了以后 我们这里再调点颜色 好 这里呢 这个 调点什么颜色呢 你看 还是将就开始这个 这个颜色 我们把鼻洗一下 把鼻洗一下 就蘸点 三绿 橙黄 好 明显这个颜色就比 刚刚那个颜色叫怎么样了 你看 叫淡很多了 是吧 叫淡很多了 调好以后 因为现在一样的 跟开始那个 是一样的 就是我把石头一染 你会觉得水一下子就亮起来了 这个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好 但是 水中的石头很深 它跟水脱节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 就需要 它怎么样呢 需要他们 把水和石头 它这种脱节的情况解决了 我就会 一般来说 我会把这个石头和水稍微连一下 在连的过程中 一定要在它的下面连 不要在顶上连 顶上是流量的地方 这边也是靠近石头的地方 这边不但要连 还连得多一点 这边也是逐步过度 就是让最量的地方 留在这一块 是不是它就有一个层次 逐步过度的层次了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到处 到时候 哪怕你现在这块 水化的再漂亮再好 你都要跟它 要产生关系 因为怎么样呢 因为整体感 要保存它一个整体感 就不错了 这是什么 它就不错了 什么 这边还会是什么